哈囉 依達你好 你的手有點冰凍 我很緊張忘記歌詞 太久沒找 OK 歡迎依達回到新加坡 回家的感覺真的很好對不對 對 回家的感覺好溫暖 對 我覺得你好像已經變成半個台灣人了會嗎 台灣人有一個習慣 就是因為他們的頻道有太多了 所以變成遙控器啊那個Remo 你對座是要畫一隻按一隻 對 因為他有大概120台 對 然後只要比如說你看一台廣告 全部都廣告 所以變成你就很沒耐心的一直轉 所以我回到新加坡我就在台上一直轉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在轉什麼東西 回家的感覺很好 然後看到新加坡的歌迷朋友對不對 對 很開心 是 那其實這段日子 就已經忙完了專輯的宣傳 剛剛你聽到說是在寫歌 已經在準備下一張專輯了嗎 下來音樂又有什麼的不一樣的 怎麼樣的廣告 我想做一個突破 我前上手剛剛寫完一首歌 大概十分鐘 十分鐘 十分鐘有一首歌曲 然後還有一首 我以為你說歌名是十分鐘還是 歌長十分鐘 歌長短十分鐘 十分鐘喔 喔 寫完了那個 太實用 然後 你在唱的時候會不會辛苦 你可以想像你在台上唱十分鐘 不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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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會嗎 真的 很好玩的一首歌 要不要現場透露一小段 沒有它大部分都是鋼琴和吉他一起演奏 然後還有一首歌曲 我十年前寫過一首歌曲叫寫給自己的歌 然後沒有歌名嘛 就叫寫自己歌 那十年後我寫一首歌曲寫給歌名的歌 對 那裡面有很多的一些內容都是感謝歌名的 對 所以其實在台灣的日子一直都很忙碌啦 然後也要好好照顧自己 我每次看你都覺得好像還是一樣瘦是不是 沒有我吃不胖 蛤 我其實都吃不胖 有嗎 有胖嗎 沒有 應該多吃一點對不對 太瘦了 我都不好意思站太靠近 我要這樣這樣 一邊這樣 嗨伊達你好 對啊 要多吃多吃 肉飯好吃的話就多吃一點 對 下次來我們再吃麻辣鍋 好好好 可以 再去吃麻辣鍋 夜祥曲 我可以自己Promo一下這首歌曲嗎 可以 請說 寫過那麼多年 十二年喔 十二年 一支很想做電影配樂的歌曲 然後呢 大家都看到梁朝偉的設計的歌曲 那麗虹演出的設計 在日本呢 我寫給中校界的一首歌曲叫做夜祥曲 那搭配日本設計的電影主題曲 哇 厲害喔 掌聲鼓勵一下 厲害厲害 希望能夠繼續的加油 然後你的歌曲可以越來越國際化好不好 OK好 那下來還要帶來什麼歌呢 現在比較開心 帶來輕鬆一點 我懂 我懂 你懂不懂 我懂 我懂 所以希望現場朋友給他一點點好不好 掌聲給伊達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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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